张艺谋都是我想合作的对象 最早2011年 拍完《亲密敌人》之后 财女徐静磊沉寂了两年多休养生息 如今财女终于归来开拍新戏 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 而主演王立坤 吴亦凡 也随即进入剧组特训营 开始减肥速身加练琴 来到影片位于 捷克首都布拉格的片场 我们一眼就看到 戴着黑色墨镜 身穿白色长拳的徐静磊 正在忙活着 影片有一个地方 只有我们知道 讲述了一个女白领 由于人生失败 而前往一国散心 是偶遇以为帅哥的故事 小徐导演这回选择的男一号 是之前根本没有拍过电影的 吴亦凡 而徐静磊表示 之所以选吴亦凡 是因为他是在太帅 自己无理地道 吴亦凡真的是 我觉得他就是那种摄影师杀手 真的你看了看 你就想按照片 那个没办法 你在镜头上看到他 你就会觉得他 不过虽然萌导演亲眼有家 并不表示日子好过 这部一入组 吴亦凡就被纵金剧组 特训营 又是渐飞 又是练琴难度还不小 亦凡是刚来的时候 其实有点胖 那时候不让他吃 对他来说 其实挺不容易的 那我呢 就是每天 就拿着个小鞭子似的 就是说要多学多学多 学了钢琴 大体琴 当然上了点台词 对挺难学的 而且难度都挺大的 话说徐静磊 曾与无数明星有过合作 此番为何挑选新人 挑大梁还真是让人想不通 对此取导也毫不避讳 我觉得干净 就是是一个 其实挺重要的一个 因为我们其实见到太多 那种脂粉气的 然后自己一身演艺气的 那些演员 其实我个人是挺怕那个 七夕小情侣为爱撑磨抗疫彬彬 吃 吃 吃